在遥远的北欧国度 以创新和契约精神著称的瑞典 其上海上吨戚动力公司 在那个具有纪念意义的21日 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 这一决策不仅是一次商业的携手 更是战略合作的坚实步伐 这家公司决定继续深化 与台湾业界的合作关系 为台湾海军旗下威武的陀江级巡逻舰 提供战略级别的军用推水推进泵 以支持其在海洋安全领域的重要使命 据瑞典公司技术团队介绍 每一艘后续建造的陀江级巡逻舰 都将搭载四组高效能的850 CSU喷水推进泵 令人惊叹的是 每组泵的额定输出功率高达6000千瓦 这一数字不仅代表着强大的动力支持 更为巡逻舰注入了超越原型的澎湃能量 凭借这样的动力 巡逻舰在海面上的航行速度 可达惊人的43节 即每小时近80公里 如此高速的航行能力 使得台湾海军在广阔的海域中 能够迅速响应 有效捍卫海洋权益 而最大航程的显著提升 更是为巡逻舰的远航能力 赋予了新的可能 高达1800海里的航程 即接近2071公里的距离 让巡逻舰在保卫家园的征途上 能够走得更远 守得更牢 尽管与原有的驼江级巡逻舰 在机动性上越有差异 但新舰在速度和续航力上的显著勇势 无疑为其增添了更多 破浪前行的勇气和信心 至今 已有五艘驼江级巡逻舰 扬帆出海 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从2015年无疑的首舰驼江号 到2021年加入海军航列的塔江号 再到今年6月新入列的吴江号 他们都在经历着严苛的考验 展现出卓越的战斗力和可靠性 而正在接受评估的须江号和吴江号 也将在未来为海军力量增添新的活力 展望未来 还有两艘后续舰计划在年底前下水 若一切按照既定的战略规划顺利推进 将实现首批后续舰全部下水的宏伟目标 届时 这些威武的巡逻舰将如同海上骑士般 驾驭着强劲的动力和先进的武器系统 在避波万景的海域中巡视 保卫家园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舰船还得到了顶级武器系统的加持 其中 台湾科学研究院整合的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便是其中的佼小者 这一系统的成功测试 不仅彰显了技术的卓越性 更是台湾军力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在各项研发装备和新系统的实验中 高雄军舰成为了重要的实验场 这里不仅进行了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海基二组海空三型舰载防空飞弹的作战评估 还见证了一个八角形塔状巨物的诞生 这很可能是一款正在测试中的新型舰用向位数组围达 它如同守护神一般 处理在军舰之上 肩负着探测未知 保卫海洋安全的重任 在这个日新月异 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 技术间的较量和协作 不在仅是一场幕后的较量 而是历史长河中 越然纸上的壮丽篇章 从北欧瑞典的创新企业 到台湾微微青山脚下的研发中心 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书写着辉煌的篇章 我们有幸在这波澜壮阔的技术变革中 见证一艘艘海上卫士的崛起与成长 当前 海军现役各级军舰 所搭载的舰载型防空飞带系统 如济阳级 康定级 驼江级 和御山级等 多采用甲板上的斜射型发射箱进行发射 然而 为了进一步提升防空战力 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即将在康定级军舰的升级工程测试舰 西宁军舰上首次亮相 并逐步在其他康定级军舰上推广 这一重要举措旨在全面提升军舰的作战效能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空作战环境 对于成功级军舰 军方已经明确进入 延寿主性能提升阶段 其中 将现有的标准一型防空飞弹 全面换装为标准二型防空飞弹 成为提升防空能力的关键举措 然而 关于全舰性能升级计划的决策 仍需经过审慎的评估与论证 谈及华阳垂发系统 我们不得不回溯到海军先前编制的 431亿6千万元预算 这笔资金原计划用于9年内 对6艘康定级军舰 进行战斗系统性能提升 包括军战斗管理系统 雷达的升级 以及换装垂直发射系统配置防空飞弹 其中 西宁舰作为首艘换装飞行舰 已经由台湾科学研究院 邀请专业团队进行登舰勘察 在舰体换装工程的决选中 采用最有利于实际操作和性能提升的方案 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进行招标 若一切顺利 第二季度即可动工 此次升级计划的目标 是将康定级军舰的性能提升至 与新加坡的极飞弹巡防舰相媲美的水平 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 将使台湾成为既法国 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之后 第四个引入拉法液巡防舰系列的地区 在军舰舰体结构的改装过程中 决定对军舰舰手臂部位进行重大改装 原本用于放置四连装海丛树的空间 将被重新设计 以安装台湾科学研究院研制的华洋 垂直发射系统 这一系统由法方提供技术支持 未来将能够发射海洁二防空飞弹 和法制的防空飞弹 由于舰手的切开装置需要重新设计 军舰前半部分的内部空间和管线 也将随之改变 此外 整个战斗管理系统的升级换装 将导致军舰内大部分的电缆和线路 需要重新涂射 其中 装置雷达与各项侦测射控系统的 主围杆采用FRP玻璃纤维强化塑料为材质 其外观酷似新加坡及飞弹巡防舰的主围杆 彰显出军舰的现代化与先进性 在执行舰体改装工程的船厂临选过程中 台湾科学研究院拟定了高达1亿元的经费进行招标 在此次的标案评选中 中台船凭借其与台湾科学研究院项目人员的紧密合作 以及当前正在建造的旗舰IDS原型舰所展现的卓越实力 占据了显著优势 此次改装工程不仅将成为拉法业军舰系列的第四个客户 更是台湾在军舰现代化道路上持续努力与进步的又一例正 2023年拉法业康定级军舰的改装升级计划正式迈入第二阶段 原型舰换装施工 按照计划我们将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原型舰的改装工程 并进行垂直发射系统的海上测试 以验证法国战斗管理系统指挥海洁二防空飞弹的卓越作战性能 确保系统整合的流畅无阻 至2025年我们计划进行试航以及全舰作战测试评价 包括垂直发射系统的最终作战测试评价 若一切顺利 全舰最终作战测评通过后 我们将进入第三阶段 依次推进后续五艘拉法业康定级军舰的改装升级与测试验证工作 每年一艘稳步提升整体战力 从目前来看 这一升级发展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前景可期 引入现代化的飞弹垂直发射系统 将为军舰带来诸多显著优势 首先 高发射率是其核心特点之一 由于飞弹始终处于待发状态 接到命令后可立即发射 无需繁琐的装填和瞄准过程 反应时间缩短至仅两秒 发射速率更是高达18秒一发 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弹壳装填式发射装置 26克瓦差相比 其发射速率也毫不逊色 实现了10秒二发的优异表现 其次 垂直发射系统拥有巨大的载弹量 该系统通常采用模块化结构配置 可根据需求灵活配置飞弹数量 范围在12至122枚之间 为军舰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储备 此外 无盲区发射 也是垂直发射系统的一大亮点 飞弹垂直发射后 通过指令控制 转向目标方向 实现了无盲区 全方位的发射能力 而传统的倾斜发射装置 则存在一定的发射盲区 再者 垂直发射系统 实现了高度的标准化和通用化 模块化的设计 使得不同功能的发射装置 在结构上实现了标准化 从而实现了通用化和系列化 在一个活力单元内 我们可以配置外形尺寸 大致相同 但功能各异的发射装置 以应对不同的作战需求 大大提高了作战效能 最后 垂直发射系统的高可靠性 也是其不可忽视的优势 模块化结构 使得发射装置的结构简单 可靠性强 维护工作量大大减少 同时 整个系统安放在甲板下 有效避免了海水侵蚀 和作战中的火力破坏 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 瑞典与台湾之间 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深远意义 不仅体现在商业贸易的网牌上 更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种合作既是互利共赢的典范 也是双方在军事科技领域 共同发展的见证 特别是在船舰动力系统方面 瑞典船舰动力系统公司 与台湾行业公司的携手合作 为台湾海军的陀江级巡逻舰舰 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 陀江级巡逻舰 作为台湾海军的得力助手 其在军事巡逻和紧急应对任务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通过与瑞典船舰动力系统公司的深度合作 陀江级巡逻舰舰获得了先进的 军用喷水推进泵技术 使得其整体推进动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具体而言 陀江级巡逻舰舰搭载了 四组850 CSU喷水推进泵 每具推进泵的额定输出功率 高达6000千瓦 这使得其总体推进动力相较于原型舰 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这一技术的革新 不仅极大的提升了陀江级巡逻舰的 航行速度和航程 更在军事巡逻和应对紧急情况时 赋予了其更强大的应变能力 航行时速高达43节的陀江级巡逻舰 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抵达指定区域 执行各类紧急任务 同时 其航程也达到了惊人的1800海里 为长时间的巡逻和作战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陀江级巡逻舰的出色表现 正是台湾海军实力不断增强的一个缩影 先前的陀江舰和塔江舰 已经在一系列任务中 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而长江舰和须江舰 也正处于测试和评估阶段 预示着他们将为台湾的防卫力量 注入新的活力 这些军舰的更新换代 不仅极大的提升了 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 也展现了台湾在军事技术创新 和发展方面的坚定决心 除了船舰动力系统的升级外 台湾在军事技术领域的 探索和发展并未止步 其中 台湾科学研究院研制的 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一系统 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评价 成功通过了海舰二组 海空三型舰载防空飞弹的作战测评 展现了其在现代海战中的卓越性 华阳垂直发射系统作为一种 现代化的飞弹发射方式 相较于传统的倾斜发射方式 具有显著的优势 首先 其高发射率使得飞弹 能够迅速响应指令并发射 无需进行繁锁的装填和瞄准过程 在紧急情况下 这种快速响应能力 能够为作战提供宝贵的时间优势 其次 垂直发射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可以灵活配置不同数量和类型的飞弹 以满足不同作战需求 此外 该系统还具备无盲区发射能力 能够在全方位范围内对目标进行打击 我们深入探讨垂直发射系统的优势时 不难发现 其模块化结构赋予了飞弹配置极高的灵活性 如今 这种先进的系统 可以根据实际作战任务的需求 灵活配置不同功能的飞弹 从而实现 对多种类型目标的精确打击 这种高度标准化的设计 不仅提升了飞弹的通用性和系列化水平 还极大的增强了作战效能 相比之下 传统的倾斜发射装置受限于其结构特性 往往存在发射盲区 而垂直发射系统 则通过无盲区的全方位发射 进一步凸显了其卓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除了配置上的灵活性 垂直发射系统在维护和保养方面 也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 其模块化设计 使得发射装置的构造相对简单 不仅大幅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还显著减少了维护工作的复杂性和频率 此外 整个系统被巧妙地安放在甲板下方 有效避免了海水侵蚀和战斗中的火力破坏 进一步保障了系统的稳定运行和长期可靠性 台湾海军在成功级军舰的升级上 同样展现出了前瞻性和军心 目前 该级别军舰正处于性能提升的关键阶段 特别是在防空飞弹的更新换代上 台湾军方正计划将现有的标准异型防空飞弹 全面升级为更为先进的标准二型 这一举措将显著提升军舰的防空能力 为台湾防卫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一升级过程中 台湾与瑞典舰动力系统公司的合作 显得尤为关键 双方通过密切的技术交流和深度合作 共同推动了台湾军事现代化的进程 这种合作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交流 更是之间稳固战略关系的体现 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 瑞典与台湾的合作将在更多领域展开 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共同发展机遇 随着这些升级计划的逐步实施 台湾海军的力量将迎来新的巅峰 这些现代化的军事技术 不仅将显著提升台湾的防御实力 还将为台湾在地区军事舞台上 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军事技术的革新与合作 将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展望未来 我们期待瑞典与台湾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能够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 共同为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